像猪,像昆虫,像恐龙,汽车人,轨迹生命 一整个星球都是一个生命题,甚至一整个星系 还是算了吧,这些脑洞都不可能是真的 先说猪,这火根本就不可能进化成聪明的动物 因为它的眼睛长在两侧 这是为了防止烈食者偷袭 这样的眼睛,说明猪无法像人类的眼睛一样 一眼可以判断物体的距离 换句话说,猪的眼睛根本就不具备深度研究外部世界的能力 自然也就无法继续提高智商 虽然按照动物的标准来说,猪还算是聪明的 说到眼睛,我们应该明白 所有的水生生物都应该被排除在外了 因为水很容易影响眼睛的视线 就算是在清澈的海洋中光线 也无法到达200米的深度 而人类欲穷千里木只要更上一层楼 昆虫OK不OK啊?不OK 因为它们是冷血动物 对抗环境变量的能力低下 你见过秋后的蚂蚱吗? 它们几乎已经无法动弹了 因为冬天来了 还有鳄鱼、蛇等等冷血动物 只要冬天来临 立刻就会陷入迟钝的状态 冷血动物都喜欢晒太阳 一天之中 脑子好使得也没有几个小时 这样的竞争力完全无法充满好奇心的探索地球 所以啊 冷血动物都出局 没有发展出高智慧的能力 在恒温动物中 有卵生和胎生 所有卵生的都要出局 因为高智商需要高能量 没有时间敷卵 一定要带着胎儿去觅食 森林中和草原上 哪里更适合高智商动物呢? 答案是森林 因为草原上食物链相对简单 简单的生存策略与之相适应 并不需要高智商 而高智商是有代价的 神经元 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很高的能量 森林中的动物是树上的 有机会呢? 还是在地上的有机会? 答案是 在树上 因为树上的动物能进化出灵活的前肢 为将来掌握工具的使用 打好基础 你看看 我们一路推导下来 终于得出结论 灵长类是天选的物种 只有灵长类能够发展出超高的智商 毛茸茸的灵长类和裸原 谁更有机会呢? 答案是裸原 因为褪去毛发 可以让裸原拥有一个强大 强大一个数量级的散热能力 因此 裸原的耐力远远超过长毛猿猴 耐力的作用将超过爆发力 因为进化的下一步是直立行走 只有直立行走 才能够彻底解放双手 使用工具的能力只能走这条路 而直立行走的爆发力 是不可能超过适次行走的 耐力是唯一的选择 推导出裸原是唯一的正确方向 热带是裸原唯一的家园 否则的话早就冻死了 而要走出热带 裸原必须依靠他们日益灵巧的双手 发明一个东西 瘦皮当衣服 当裸原披上瘦皮探索未知的寒冷地带 我们几乎已经看到了人类祖先的模样 恐龙的故事就不用多言 因为他们没有灵巧的双手 就算没有6600万年前的那颗小行星的撞击事件 也不可能进化成高智商的动物 汽车人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至少不可能是第一批智慧生物 因为金属被囚禁在岩石行星的内部 只有少数的金属在地表 这造成了没有足够的进化材料 规积生命 复杂的规积化合物只能在高温下存在 高伤的环境 总体上来说对形成复杂化学物质不利 所以即使有规积生命 它们的进化也是远远的慢于碳基生命 地球从46亿年前诞生 到5亿年前的韩武纪大爆发 形成生物的各大门类 一共拥了40亿年 而宇宙的诞生至今也才138亿年 只要规积生命的演化比碳基生命满四倍以上 到现今为止都不可能出现高级规积生命 前面说了 生物的演化是从小到大 以整个星球为身体的生物是没有进化基础的 所以很扎淡 遑论整个星系 说到外星人的长相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 大概率是跟我们非常相似的 陆生 恒温 胎生 灵长类裸圆 地球独一无二 有很多神助攻的巧合 首先呢 银河系形成的要足够早 大约在120亿年前就形成了 这样就有足够多的时间 来发生一次又一次的超新星爆发 从简单的氢和氦元素组成的丰富的重元素 简单的元素到重元素都必须要拥有 其次 地球的位置刚刚好 位于银河系的边缘 也不算太远的地方 躲开了中心的恒星密集区 因为那样会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超新星爆发的袭击 大灭绝事件层出不穷 严重影响生物演化 同理 巨大的木星比所有行星的质量加起来还要重 吸引了大量的小行星 朱比特守护地球的安宁 第三 地球诞生之初被一颗火星大小的行星撞击 几乎蒸发掉了所有的水 不要急 这个时候 太阳系还没有稳定下来 大量的宾质彗星 行星 不断地给地球补充水 下了一场几百万年的雨 这么一去一来 正好让地球的海洋水分刚刚好 70%的地表是海洋 非常完美 刚才说过 陆地生物是高智商动物的根本 第四 撞击地球的巨大行星的碎片 形成了月球 这个非常重要 月球这颗卫星 由地球直径的三分之一那么大 让地球的自转轴偏移了一个角度 让地球拥有了四季交替 也有了巨大的潮汐现象 这些都像加速地球物质交换的搅拌器 加速演化对形成制人是多么的重要 第五 地球足够大 地心足够热 以至于好几次被冰雪覆盖全球的雪球地球 都缓过劲来了 雪球上面 对生命演化可是非常不利的 只能躲在海底的热泉旁边 苟延残喘 还有地球处于宜居带 这个就不用赘述了 简而言之 地球环境非常独特 演化速度非常难得 可能是一百光年内都没有曾经发生过 类似寒古纪大爆发的内地行星 高智商动物呢 可能一千光年都没有 甚至一万光年 也许外星人是什么样 等到人类灭绝了 也不知道 咱们还是洗洗睡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李宗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